很值得注意就是说在这个调查里面发现 有便秘问题的小孩子好像他的会变得比较矮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 阿松平要注意哦 这个小时候有便秘的小孩 这个学历 那这个是这个小朋友的年龄 那这边呢是他的身高 那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比较黑的线呢 这个是有便秘问题的小孩的身高 上面这个蓝线呢是没有便秘问题的小孩身高 你看差了一截哦 对 而且你看到12岁差了快6公分 如果是10岁就4年级的小朋友 差了差不多4公分 那11岁差了5公分 12岁就差了6公分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相关性 所以很多家长小朋友没有太高 或者要开始进入亲身期 就 понятн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